肉很香噴噴 大家好,我是軒仔 我們今天就來吃韓國菜 叫湖飯 英文叫Hoban 這間餐廳在哪裡? 這間餐廳是在Silver Star Boulevard 在Northos郊 即是在Stilgab Midland附近 我們就叫了這個燒烤 因為我們最近吃了一些飲食 所以我們這次就不用叫飲食 即是不去飲食,這個是單點 還是單點都不便宜 minimum order就是兩份 但是叫完就說我們不夠吃 因為是三個人 所以我們就叫來炸雞 對 其實我們還沒叫 我們想叫Honey Garlic Honey Garlic 小的就1299 它有三個尺寸,小、中、大 它是Deep Fried Chicken with Honey Garlic Sauce 我們就叫這個Honey Garlic 如果再不飽,再吃麥當勞 你喜歡吃韓國燒烤嗎? 其實也不錯 韓國的食物來說,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吃韓國燒烤 我們是叫了一個醃牛肉和梅花腩 也挺多的 很窄窄的聲音 你聽聽聲音 我怕它會彈 一次過放多一點 好像它的肉不錯 可接受的程度 肉很香噴噴 這個就是五花腩,真的很肥 這個是巨型的Bacon 厚切Bacon 而且我覺得韓國燒烤用的五花腩 是特別好吃的 其實燒烤夠高就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就會不小心吃了 對,就好像很恐怖地看下去 本來吃飯之前也沒有那麼餓 聞到燒烤的味道 我已經很肚餓了 對,真的很香 你要學特別嘉賓這樣 撕一半,是不是不夠用 這個牛肉 挺好吃的 其實你吃韓國燒烤牛肉的味道 對,用醬汁 又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挺開胃的 牛肉很汁 不知道是否軒仔 不小心燒得好呢 而且它本身醃過 嗯 不會說很響 應該會很響 這什麼牛肉 牛肉很汁 我好像燒得剛剛好 很大塊 淡淡肉 對 這個就是五花腩 它幫你切到十四塊 生肉看起來 我覺得很恐怖 有那麼多膏 我不是很敢吃那麼多膏 但熟了就可以壓到自己 好像一塊肉 其實很香 對,很香 對 放進口也很香 嗯 還有一些膏 燒完之後 沒有那麼高的感覺 好像 又是騙自己的 它肉真的不錯 你知道燒完最薄薄的 對,脆脆的好像燒肉 又不是bacon 但好像燒肉 對 你有沒有吃到一些不太好吃的味道 有豬肉的味道 沒有,燒完很香 因為我們蓋過了豬肉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雞 我想像中好像小塊 好像鹽酥雞 有什麼浪費的 你試一下 很硬 不知道裡面是嗎 是這樣的 它浪費了 好像手指一樣浪費 會出現煙 有時候 不怕的 X先生最喜歡 剛剛來到熱鬧 這樣才真的嘗到它完美 冷了就不好吃 又說 它的雞肉是否滑滑 我想說有點像咕嚕肉 它不是Honey Garlic嗎 整個質感有點像 它是Honey Garlic 就是感覺像咕嚕雞 但是Honey Garlic 它不難吃 它是偏硬一點 不過肉質呢 雞肉質呢 挺多汁 對 因為炸雞在韓國也有名 所以我們先特意嘗一嘗 有豆皮 很甜 還有泡菜 還有青瓜 芽菜 還有薯仔 薯仔也算多 但它好像很別體 你看 它是這樣的 這個比較稠 這個是隨餐附送的大醬湯 我們總共有三個選擇 有一個大醬湯 一個是豆腐湯 一個是豬骨薯仔 豬骨薯仔湯 我們就叫做這個大醬湯 其實我喝了一口 我覺得它的味道 有點像Kimchi的味道 其實就是Kimchi的醬湯 醬 有一點辣辣的 比我想像中 不是太辣 我都喝到的程度 會不會打臉呢 不知道 是好像一些辣的味增湯 有時候你剛剛喝不覺的 你要等一會 然後辣味就要工匠 對 豆腐套嫩 它的湯的汁是有什麼料 就是豆腐 有豆腐、肉碎、洋蔥 我找到一粒肉碎 你開頭一匙就沒什麼 但喝的是魚辣的 因為我很頸渴 終於吃到最後一輪了 挺好吃 我覺得吃烤肉很送飯 我吃了半碗飯 不過其實煮得對 如果我們叫肉 兩份肉應該不夠飽 幸好我們有炸雞 然後它有飯有湯 這些好像是你越吃越開胃 嗯 那你覺得哪個好味道 這麼多個 我覺得牛肉比較好吃 我覺得沒有很多糕 其實我覺得炸雞挺好吃 是嗎 對 我喜歡吃甜甜的東西 如果炸雞 如果它大塊一點 然後粉沒有飯就會比較好 不過這個也不錯 還有它剛剛問我們 要否要補充前菜 所以還不錯 可以補充幾個 這個挺漂亮的 這個前菜 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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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我們吃完所有食物 我們都清了 對 分量剛剛好 我們叫的剛剛好 全部都吃完 對 我覺得這裡的食物 正正純粹是韓國食物 因為韓國食物 韓燒的肉 都是差不多醬 所以味道我覺得很相似 嗯嗯 這個也算多汁 對 肉質挺漂亮 豬肉也不錯 對 而且份量剛剛好夠飽 我們三個人吃兩個套肉 對 還有一個炸雞 我猜不到這個炸雞也不差 不過價錢也是偏貴一點點 因為它三十多元一碟肉 不是非常多的 就是份量是足夠的 對 但你不要期望說很多很多 我們最後買單是77元 對 77元三個人 這個環境就像一間普通通的韓國餐廳一樣 對 我覺得很多家都是差不多 很傳統的感覺 有些卡位 木椅 這樣 一直有人來叫外賣 對 很多人叫外賣 在這裡坐得挺舒服的 我覺得也不錯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如果不想錯過下一條新影片的話 那就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